哈喽各位大家好 又到了周三 非常开心呢 就是能够跟大家线上来分享一些内容 这个月呢 比较轻松是因为Simon Day Kernel 而今天的主题呢 又是比较 简单的就是Ponty 我希望了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整个提示词 我们做了哪些优化 在进入内容之前 因为今天的内容相对比较轻松 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几点 就是今天我看到社区里面 有人去谈到Simon Day Kernel 就是那个1.18 阿西的更新又去改名字了 实际上我觉得在上面的话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跟大家也说一下 我把这个先关了 在这里面呢 我想给大家去看 不知道上周大家有没有去认真的 去看我的那个视频 里面提及了Simon Day Kernel的 多元的一些支持 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留意到 那个Open AI Azure Open AI的SDK 里面去做了一个变更 就是2.0 如果你对比起1.0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打开1.0的那个页面 给大家去看一下 我最近再去做一些 Simon Day Kernel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我会发现Simon Day Kernel 其实它的变化并不大 是因为它从正式版开始 它已经把所有的 长的一些API给稳定住了 但是这次的更新呢 大家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 不一样是因为 Azure的Open AI SDK更新了 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在这上面 哦 它跳到我这里 我从这里去进 我从油果里 这个是我的 这个没错 OK 在这上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上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2.0的这一个内容 1.0的我已经冲了 不好意思 2.0的话 它在上面 大概几个地方不同 包括参数的设定上面 包括 Model的一些获取上面 它都做了一些改变 所以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今天我看到有人在社区里面去说 这些改变好像变了很多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是更加好的去跟那个Open AI去对接了 所以大家就是多多体谅一下 里面的所有的更新 都在这个文档 我找一下 稍等一下 这个文档是在我们的那个 那内容上面去做 稍等一下 在我们的一个文档 今天我把这个文档我也连到这里来 我们的文档上面也去提及了这一部分 1.18.0RC 画质以上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个 它可能是更加的对接好了 Azure Open AI 的这一个内容 另外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一些service 它现在的service的部分 已经包含了就是audio to test 还有一个check 一个是embedding 一个是audio的service 还有image的部分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已经弄好的了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技术上面来说 一些参数上面的跟Azure对接的一些内容的话 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些细节 包括一些长期的一些content的话 是一些参数的变化 大家可能就是要去读一下这一个 migration的guide 主要我们可能会去看到的是一些open AI的一些改变 但是大体上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编程的一些方式 所以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遇到问题的话 要去做一些升级 现在是1.18RC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去正式的发到正式版上面 如果大家用起来的时候 我建议就是看一下有哪一些接口是做的 但是大体上改变不大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见量 包括test generation 你可以看到这一些都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 另外就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同语言上面 因为上周有人会跟我说 其实在不同语言上面 大家可能会看到类似渣瓦 当我们去看到渣瓦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Azure的SDK 它现在没有去做更多的一些RC 它可能还会去改 但是大体上如果你用Azure的SDK去做 OpenAI的SDK去做我们的一些对接的话 其实大体上也差不多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不同的一些使用上面 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相似度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些版本是不一致 现在比较完整的还是Python跟.NET的版本 如果大家想用那个Java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能去它的Marvin上面去跟 我一般找Marvin都是这样子去找的 在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些版本 现在最新的是Beta10 里面如果我们选择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依赖关系 包括它所需要的一些版本号 当然它这些版本号 它不一定是最新的就跟得那么足 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看这个version就可以了 另外在我的Lowbook上面 是因为我用到的是那个Android的一个Lowbook 所以它在上面可能有一些依赖关系 可能要清除 但在实际的项目当中 它不一定要完整的去清除这些内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现在基本上我去讲教学的话 我更喜欢的是用Lowbook去讲 因为这样子会比较明确 如果大家的真正在项目里面 可能这一些什么override 这些东西可能就不需要了 你可能自己去看一下 实际上面你自己要用的一些场景 来去做判断 但是整个Lowbook的话 都是可以去运行 能够确保大家能够正确的去运行跟跑的 另外就是Imbedding 我也知道大家会去问那个Java的Imbedding 但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是 现在还在那个最初步的那个阶段 能够尽快的去把这个事情给弄好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会更新我的那个book 或者是开一个课程来去跟大家去聊 因为现在每个月的月底都会有一个 CH谈技术的一个专题的内容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那个内容 我会把一些技术上面的更新 跟那个内容可能会去换到 可以跟大家及时的去汇报一下 那好 那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里面 主要是讲我们的那个Prom 在Prompti怎么样子跟Samanic Kernel去做对接 在讲Prompti之前 我已经跟大家去讲了一些特别的一些更新 另外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去写那个Prompti的时候 我们在Samanic Kernel里面 实际上有很多的一些最基础的部分 从最早期我们对Prompti有一个新的解释 叫做Skill 就是技能 它通过一定的技能来 因为我们的Prompt是跟大语言模型去做对接的 通过自然语言的部分 而这些自然语言的部分 都是通过Skill来去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 如果大家想了解Skill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的一些最早期的一些中文的描述 你会发现我们在Skill上面 在Prompti上面 都有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讲法 在Samanic Kernel 我们可能会去定义不同的一些插件 有传统的代码的跟自然语言的部分一起去融合 那我们最早期 我们可能有Skill到现在的Prompti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数据是有实验限制的 如果我们要去找一些不同的一些信息 或是知识库的时候 你可能要通过扩展的一些方式来做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另外的一些Prompti 像我们的一些跟业务相关的 像这里面我就举了一个最常用的 就是一些HR的Prompti 我可能是从某一个文档 或是某一些内容上面去帮我去生成 举个例子 我要去生成一个休假单 怎么样子去生成一个模板 那我可以通过Prompt来去描述 而在我们的Samanic Kernel里面 它可能通过最早期的Skill到Pullin的话 它是这样子去做的 它可能是有一个Pullin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加上不同的一个工种 然后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指任务 像我是针对HR的Pullin 还是Email的Pullin 还是人事的Pullin 这些的话都可以有 好像说我HR的Pullin里面还有不同的功能 像我的假日 我可能要批复一些休假 包括一些联系人 或者是一些合同 或者涉及到不同部门的一些内容 都可以在上面去做 另外就是跟Email相关的 就是好像说我可能去发一些招聘的一些Email 或者是客制化的一些Email都可以在上面 还有就是人事的一些Pullin 都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去定义 这些Semitic Kernel的这些插件的话 一般最早期我们可能就是用 那个Semitic Kernel的一些方式 包括说它是定义一些Pullin 然后错一些配置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在这上面 我有一个目录 在Semitic Kernel的Cookbook上面 有一个目录是专门是给Pullin的 是我们的插件 里面有不同的一些Pullin 最简单的我可能去写一个翻译的插件 或者是写文章的一个插件 好像我在这里面有一个写的插件 里面的话有一些提示 那我在里面是怎么做的呢 我可能要把提示词 最简单的提示词跟参数塞进去 好像说我要给一个穿衣的提示 基于整案子的内容 然后把它翻译成整案子的一个语言 这些的话呢 都是可以去设定的 里面的话呢 除了里写Pullin之外 还可以设定不同的参数 这些参数的话呢 都是用一个大括号 再加上一个问号来去做的 我放大一下 里面还会有一些响应 就是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呢 有一些language 这些的话呢 都可以在上面去做 另外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去做一些配置的文档 里面就会有一些config的 docjson的文档 像说我要在上面去对一些token 进行一个字节的一个判断 还有一些像温度 像一些参数的提示 包括刚才我们要用到的 这些input的一些参数 里面就涉及到我要去做的一些输入 包括他的描述是什么 要告诉人家 另外他的默认值是什么 你也可以去设定 所以在每一个Samanco的最早期的版本上面 我们定义 提示词 还有一个json 来去做一些参数的设定 现在我相信有很多的开发者 也是这样子去做的 但是随着提示词工程的一个发展 我们又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可能会去看到有一个新的一个格式 叫做handlebar handlebar呢 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 提示工程的一些模板的话呢 是我们可能会去提POM POM的template 就是我们用handlebar来去做的 我们可以去用不同的handlebar 来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模板 是可以去模块化的 那这个时候呢 随着handlebar的出现呢 我们就看到 Samanco也开始去支持handlebar 当你去看到 先handlebar的pro 我们输入Samanco 你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去支持 handlebar的一些方式 来去定义我们的提示词 这种方式的话呢 在4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4年4月份的时候呢 已经去提及 这些handlebar是怎么用的 你可以去看 我们通过handlebar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模式 在这个文章里面 它会告诉你怎么样子的一个guide line 来去写好这些handlebar 像我的firstlay lastlay怎么样子去写 包括你怎么样子去组织一个模板 怎么样子去加入这些参数 来去完成我们的一些 POM的一些template的定义 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实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handlebar呢 它可能会更好的去组织 我们的不同的一些参数 包括一些场景 那Samanco 其实也是支持 handlebar的一些场景 包括它的一些引入 那我们通过设定 handlebar的不同的一些参数 包括一些量 就可以去创建handlebar了 但是随着实际的推移了 我们觉得handlebar了 其实有它的一个优势 但是微软在应对不同的一些大语言 模型的发展的时候了 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内容 就是pronty 如果大家了 有关注我上个月 跟大家去讲的pronty的一个内容的话 大家会发现实际上pronty 对于我们在选择模型 包括一些类别上面的一些 pronty的一些尝试的时候 是非常大的帮助 你可以在我们的vscode上面 安装pronty 也可以通过py instore tryson pronty的那个python的library 来去使用我们的pronty的实践 如果大家对pronty感兴趣了 可以通过各一网站去了解我们pronty的一些情况 你也可以回看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些内容 pronty的内容已经发到那个bilibili上面了 大家可以去入门去看 当然有些小伙伴说 我还是想快速的去了解一下pronty 那我可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pronty的一些相关知识 这是vscode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使用pronty 第一个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通过我们的pronty的插件 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pronty 里面的话 它就会有不同的一些pronty的一些内容 怎么样子去定义 只要你装了这个插件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创建pronty的内容 只要你装了这个插件 在你的项目的explorer里面 那就可以去选择右键 要选择右键之后 你可以去添加你的pronty 来去创建你的新的pronty的内容 举个例子 我在这上面 我可能会去按照右键 然后去new我的一个新的pronty 当我去new了之后 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pronty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怎么样子的 包括它的你可以描述你的名字 你的简单的描述 还有pronty的作者 还有跟哪一些模型相关 这是因为你要有一些设定 在这上面去做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把这些内容 这是必须的 包括一些参数 里面还会有一些sample 为什么会有一些sample呢 它对应的这两个 就是我们日常要用到的一些参数 举个例子 你可能是说 你要去在你的pron 你的pron放在哪里呢 其实是通过三个简号 到这里面去做了一个切割 在上面的内容的话 都是一些简单的描述 跟一些默认的一些参数 方便你去测试 而真正的提示词是放在下面的 你可以看到我 如果一般的pronty的模板里面的话 你可能是给一个角色 然后给他一些要求 给他一些内容 包括用户的一些question 都可以在上面去做 另外的就是 我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有一些 另外的一些设定 像function call 有人会去喜欢用function calling的话 你也可以在上面去设定你的function calling 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你好像说你要传什么参数 你是一个工具 工具里面就含有了你的熟性 熟性是一个function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函数的名字 叫做获取当前的天气 然后描述 还有一堆的像参数 它包括有什么的位置 包括需要的位置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object 都可以在上面去做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要去描述的 而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去尝试说 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去帮我们去定义 不同的一些调用 是怎么样子的 你可能是根据天气来画一张图 给发 然后发邮件 也可以 也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内容 当然 他不仅只是支持一个参数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支持多个的参数的一些排布 所以对于很多的人 要去使用我们的appointing的时候 他会有个疑惑就是说 我这样子定义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通过pronting的定义了 我可以更好的描述我的业务的场景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pronting来去取代 在semitic kernel里面去支持这样子的工作 举个例子 当我们要去写pronting的时候 你可能是在一个环境上面 举个例子 我要把这个basic的pronting 转换为semitic kernel的代码 你只是要选中 然后把它直接add这个内容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快速的帮我们去生成这个pronting里面 所需要的一些库 包括最简单的一个内容 你可以看是他的kernel 直接可以调用 包括他带的参数 而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去做的事情是 引用我的pronting 然后去触发他来去 调用我们的提示词 跟大语言模型生成一些结果 如果单一的从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向来说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子去做 因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项目 这里面就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你可能先用 我们可能是先用lowbook来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就已经引入了 今天最新的那个1.18.0 但是如果你要去引用pronting的话 你可能更加的需要是说 我要去引入的是一个.net的新的一个package 那在luget上面呢 有pront的一个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打开我的那个页面 那我在这上面按一个回车 然后里面的话 我要选luget 不好意思 我们选luget 在里面的话 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pront里面 里面的话 它基本上一些组件 除了最基本的内容之外 我们如果要应用pront的话 你必须要用到的就是一些alpha的版本 这个就跟我们的一些embedding的部分 semitic kernel embedding的部分是一致的 如果你是在lowbook 你直接的就可以这样引用 如果你是.net的话 CLI可以在上面加package manager 或者是package inference都可以在上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些操作 还有kick都可以去这样子去加我们的一个semitic kernel prompt的一个支持 那这个时候我去用了prompt之后 实际上在引用的时候 你要做两个部分就是把semitic kernel给引进来 还有就是我们的connector给引加进来 另外就是你要把你的deployment跟employ跟key给加进来 你可以看到就是semitic kernel 它在上面的一些内容是没变的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去连的是AI的open Azure open AI的check completion 你就把这个东西跟kernel绑在一起 但在这里面要引入point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还是因为它这个会给你一个debought的提示 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内容上面 要注意不然的话呢 它debought的时候它是跳不过的 就告诉你这个是一个适用的功能 它可能在未来会有变化 要注意那我们要去disable这个warning的话呢 就是0040你可以在上面去做 然后就base prompting 然后呢直接引入你就可以看到 可以在上面去跑了 这样子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是应用程序 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做这样相关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有人会问 我在planting上面是也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样子去平衡prompting跟semitic kernel之间的关系呢 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在planting的环境上面 去跑完这些测试之后再放到我们的工程上面 这样子呢会提效 不一定说我们直接的去 直接把prom放到工程上面去运行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planting的作用就是为了简化 你对prom的一些调试 而产生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看到在planting上面 你可以去设定的是不同的一些环境 你的环境可以去设定 还有你可以去快速的去测试 像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你有一个默认值 你就可以问他 OK GPT 3.5跟GPT 4有什么不一样 另外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右下角 这里面可以给你去看到有不同的一些模型的一些选择 这个的定义是在哪里呢 你可以去edit里面去配置你的那些所谓的一些empoint 跟我们的一些key的一些相关的关联 还有你可以去点击pointing 去配置一些关联性 还有配置pointing的一个语法的一些 都可以 他会告诉你这一个文件是pointing 在这上面都可以在上面去做 那我们测试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 你的point flow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你的point flow需要keep到最新的版本上面去跑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如果我们去做默认值的话 他可以很快速的去跑我们的测试 跟我们的大圆模型 去做综合 去做对接 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大圆模型的一个实现 他可以在上面的话给我们一些结果 也可以快速的去验证这个point是不是有用 然后当我验证好之后 再给到什么的kernel 你可以看到他会告诉我GPT3.5跟4的一个关系 那我这个时候如果这个point是可以的话 我就直接的可以放到这里面 去找 好像说我要去设定一个问题 什么是人工智能 他也可以很快速的给我回答 那这个时候 他你就会说 哎呀 point里面是不是可以支持多参数的support 你可以看到 在我的另外一个文件上面 他也可以支持我们多参数的一个support 里面的话 有我们可以去选择我的employ 也可以去配置好我的一些deployment 都可以去做 还有一些最大的token数 还有温度 还有stop的一些内容 你可以看到我的question或者request都可以有要求 而下面的point的话 你可以告诉他你是一位历史专家 可以告诉我历史事件 可以根据一个question告诉我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 以一个展示的态度 或者是以一个展示的角度来去告诉我这些内容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去设定我不同的一些约束 包括我的一些优选的一些使用 那我在这上面 同样也是这样子去加 但是这里面要提醒的是 当我这样子去加的时候 Semina Kernel的那个prompt 还是只有一个question 这里面大家就要注意了 因为他现在还是在一个preview的阶段 我估计还没有完整的去完善这个东西 那我要用的时候怎么样子呢 那很简单 如果你懂Jason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约束去跑 来去给到大家 来去在point上面去构建我们的应用 那你可以在上面根据你不同的参数 给到一些内容 当然你可以运行 你可以看到 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内容 在里面去做了 当然你也可以去调整 不同的一些细节 有人会看到 我们在一些内容上面 像function calling 有一些参数 可能现在 还不能够给Semina Kernel的prompt 去调用 大家就要注意这一个类细节 里面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 这些东西哪些是缺的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们去调用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对这个prompt的库 进行一些裁剪 才能够去做支持 但是这些的话 不影响我们使用 还有另外 如果你想说 刚才我也提到说 我要去测试我的prompt 那除了刚才 那个测试的默认机 还可以快速的去打开 我的一个聊天的 一个页面 来去使用我的prompt 这样子呢 你可能会去 更好的去 有一个观感 就是我可以快速的去使用 一下我们的一个prompt 的一个介绍 好像说 我在这上面 我可能要去输入 能介绍一下 Microsoft Reactor 好了 当我回车的时候 他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测试的环境 当然你也可以加上一些 Track the H 跨整式 一些不同的参数 来去设定好我们的 Semite Kernel的一些output 里面的话呢 除了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看之外呢 你也可以说 找到其他的一些方式 再举一个例子 我可能是去 一个batch的一个learn 你可以在local的file上面 或是当前的一个file上面去运行 都可以去做 另外你可以说 我要测试一下 多参数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那你也可以去open你的 那个test page 你可以看到 他的input 他你这里面 你就要去做两个的设定 第一个设定 第二个设定 你都必须要有 不然的话呢 你这里面呢 就会有问题 好像说他会问你 这一个是question 那我在这上面 你可能就是要去填的 那你这里面 你可能要去把一些request 一些需要给加进来 好像我们说 那我继续的去问 一 宋朝有多少个皇帝 按照 公计排序 我要宋朝 历史事件排序 对这样子 按照 公计 读老师的中文 好像不是大咬 灵迹是吧 公计排序 ok 那这里面的话 请列出 宋朝有多少个皇帝 好 那我这样子发的话 他就会按照历史事件来排序 或者是按照公计来排序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另外在等待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有view trace的这个环节 他有时候会慢 你可以看到他在running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看到我的执行的一个trace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跟踪相关的一个技能 我们可能要等待一下 这个可能有点慢 有一点点慢 我们可能会等他出那个结果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面调试的时候 也可以去等待的时候 我们除了input之外 你可以去看到wall的test 还有一些出错的信息都可以在上面去看得到 所以我们用prompty 实际上他可以给我们有更好的时间去测试这些prompt 不会说像过往 我们可能装一个semitic kernel的一个插件 在上面去测 当然prompty更好的是说 他这一个prompty不仅可以给到semitic kernel去用 也可以给到不同的一些框架去使用 我这个可能要等一下 那我可以到我要讲的东西上面先 大家会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方式 应该是有了吧 还在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络有问题 我们可能会去看到 我们的prompty除了做一些大语言模型之外 在上周我也提及了你可以直接的去调用这些prompty 来去执行 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一些库可以去用 好像说import一个prompty的库 然后我去执行这个prompty 那我在上面的话呢 其实我做的工作 你要去配好pointy.json 这个文件 另外的 你要去设定好你不同的业务场景 像我在这上面 就是一个embedding的model 里面 我就是让他来去验证 我的embedding是不是有效的 在这里面呢 我也可以给大家去再看一下 怎么会这个这么慢 还没有结果吗 我们这个怎么会 我可能要重新 有了 怎么这一边可能没显示出来 他在这里面已经有结果了 我等一下再看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来去调用的话 现在打开太多东西了 我们要去运行的话 我们可能就python test.by 在这里面 他就可以帮我们去运行 包括我的一些向量 转换为向量 其实prompty也可以帮我们 不仅只是单一的去做 一些传统的模型 还可以快速的去做 我们不同的一些 向量的一些转换 所以通过prompty 你可以去测试更多的内容 我现在用prompty 主要是帮我去快速的去写 可以切换不同的框架 当然prompty还会持续的去发展 包括我们也希望说 赶快的去给到semitic kernel 不仅只是.net 快是python 还有就是我们的 不同的一些框架 像promptflow 相当却可以去快速的去使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 我们的prompty 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想到的 就是我们 在 这个我可能要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稍等 怎么会这么奇怪 他已经有output payload的已经output出来 怎么会这么慢 不理他 然后我可以去 我们可以继续的去看 如果我们在 一个场景上面 要去管理好我们整个pont的库 有几个东西你需要去做的 有些人会问 有什么好的技巧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在 add the device上面去 那个setting 我们的setting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prompty的一个setting 你可以有一些默认值 包括semitic kernel 他要去调用的一些库 包括他的一些model 你可以在上面去设定 包括你的prompty 里面的一些内容 当然有些小伙伴呢 刚才也提到 他们很喜欢用那个semitic kernel的 那个 那个插件 semitic kernel的这个插件 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使用 但是在pont的加持上面 我更建议的是 大家可以去用pont来去做 因为这个插件的话 也好久没有去用了我 但是我会发现 用了pont之后 可能会这个插件 可能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好用 但是个人各有各的做法 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去用了这些所谓的提示词的 不同的一些模板的时候 对于我们个人 有很多的一些方式 要去写好提示词 或者是要去做好一些内容的话 都是增加了我们的那个效能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不仅只是pont 里面我们的一些put in 包括python的put in 我们现在可能就不需要再去分文件去写了 所以各有各的一些好处 如果各位想用我们的一些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到 这些相关的一些写pont的方式 有很多 包括我们可能 未来可能会加上 Function Calling的一些 pont的一些semitic kernel的support 更加完整 所以可以去看到 我们semitic kernel只是作为一个编排 它有更灵活的一些使用的方式 支持多元的一些提示词的编写 这对于各位一些小伙伴 或者是一些企业团队来说 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如果大家想去用好这些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持续的关注 semitic kernel的一些更新 因为陆续 我会把不同的一些semitic kernel的一些内容 都更新到我们的一些新的模板上面 包括我们的一些put in的一些支持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包括我们Java 你可以看到Java上面的一些put in的支持 它都已经非常的完整 这也是semitic kernel里面 最基础的一个框架 无论你用这样子的一些pont来去写 都可以支持我 都是用一套pont放到不同的编程语言上面 来去使用 而不愧说因为编程语言 而去改变我们的pont 这个是一个很笨的 所以semitic kernel 从最开始的设计上面 就有这样子的内容的一个呈现 那如果我们 在不同的一些场景上面 去使用这些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去思考 我们是否可以继续的去沿用 我们现在 我最近不断的去更新semitic kernel 也会发现 吃不消的原因是 它最近的迭代开始加快 有1.5的 有1.3的 semitic kernel的 编程语言的一些library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紧 而且如果大家做固定项目的话 我建议大家 在一个稳定的版本上面固定好 然后再去做升级 不然的话 也会有问题 包括这次1.18的话 大家一定要留意 这些新的一些升级的内容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我觉得 下周我们会去讲 AI agent 我们可以看到 semitic kernel 他在不断的去演化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在agent上面的一些加持 有人会说 agent是不是只是 那个 .NET的专利了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semitic kernel 其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仅只是 现在只是.NET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python上面 我们也有agent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 试例 可以给到大家去用了 包括他的库 你可以看到 semitic kernel的库的话 已经加了 我们相关的一些agent的一些 实现 是使用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下周 也会去讲 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 持续的去支持 这些相关的操作 那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 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因为最近咽喉炎 所以就导致 总共是录制 我也希望赶快的 能够 结束 这种咳嗽 然后能够 回到正常的直播当中 那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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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